大家好 多謝來到肥坤頻道 收看肥坤的片 今天是5月2號 間中有雨 大雨暫時未有 一陣一陣 有時幾粒 有時停下 天都是很黑 肥坤來到 看台街 右看的看台街 右看的看台街 這裏有一間武儀 食 牛丸 魚蛋 熊仔米 我們看到這個巴士站 是101X的 第二個站 由豬港澳關口出發 第二個站 今天肥坤帶朋友 帶老友的 走走這區 去找食 有很多朋友 看完上一次的片 都留言問 肥坤 你在哪裏喝咖啡 可不可以介紹給大家知道 這裏 早日我吃的是 胡椒豬肚雞腳米 單價是35元 連一杯飲品 今天我帶你到處走這區 很多美食 隱世的美食 這裏是漢台街 這裏 很多賣 水貨的 上到這一個路口 就是關閘馬路 右手邊直入關閘 今天出來的朋友 似乎走路的不是太多 大部分都是坐巴士 所以巴士全部都逼爆 做了專車的巴士 的士很難找 還得很難搭 今天我們繼續走 蔡元蔥邊街 即是 漢台街 連在一起的 蔡元蔥邊街 他一直連到去台山 今天帶大家來這區 找吃 肥坤都很喜歡來 來這區喝咖啡的吃飯 因為多選擇 價錢又經濟 通常肥坤來這裏喝咖啡 早上一杯飲品 一個麵食是30元 如果中午來這裏吃飯 都是40元 一個飯一杯飲品 套餐大部分都是套餐價 這裏是 華大新村5號車的巴士站 平時這裏很多人坐車 一個上班時間 一個上學時間 逼爆 這個巴士站 幸好有65號車幫補一下 舒緩一下 65號車都經過這個站 我們提及台山的天橋 這裏是巴波莎馬路 這裏是巴波莎馬路 打橫這條 有電單車出了一條 台山的巴波莎 這裏都很多 店舖結業了 比較靜一點 但是人樓也是有的 這裏是 時間中午的12點半 學生哥放學 接近1點 到處去找食 來到這裏是 蔡原蔥邊街 我們找一下 隱世的美食 在這橫街宅行裏面 這裏有很多斬料店 尤其是一間 又有麵食 又有粥 又有咖啡 這裏買一杯咖啡 都是8元 整碗麵都是20多元 又是接近30元 很多蒸魚飯 蒸肉餅飯 都是30元 看來這裏 是 政府那些 居屋 以前在新口岸 搬進來的那些 我們再走前一點 見到 牌坊 以前這個牌坊 不是在這裏 在早幾十年搬來這區 一邊是 蔡原蔥邊街 另外是 一條 新城市美食 的環街 這裏 斬料飯 雙餅都是22元 前邊這裏 賣 碟頭飯 盒仔飯 20元 兩菜 即是三菜 我們看到牌坊 我們走進去裏面 看一看 看一看 吃街 不說不知 很多食物 有很多店 雖然是小小的 各式其式 價錢大眾化 這間是賣湯飯的 這裏的咖啡餐室 都幾大間 這個中數 很多都坐滿 中午時分 學生歌放學 個個都混吃 這裏還有很多 舊式的 藥房 中藥房 很多年 這些 這裏可惜就是 拍了很多電單車 這裏 美美園樓記 即是樓記的 兄弟 青州樓記 這裏經常坐滿 夜晚開的豬骨煲 炒炒炒炒炒 這些旁晚才開的 這裏還有茶飲 十五六元 一龍點心 大眾化 很多長者都來這裏開飯 甚至可以蒸魚 這裏有很多茶餐廳 各式其式 好大間的 坐得好舒服 這個中數大部分都爆棚 肥坤都想喝咖啡都坐滿 隔壁這裏是社異 肥坤很多時間都來幫襯這裏 夠光猛 寬大 坐得舒服 冷氣夠 又有WiFi 通常的麵食 喝杯飲料都是三十元 獵頭飯都是四十元 連上杯飲料 高頻滿座 這個中數 很多朋友叫肥坤介紹一下 肥坤又是來這裏 寫意 沿著走進去都是很多食物 各式其式 但是很多都撿了一粒 結了一葉 卡拉卡拉 這裏一辣都有些是做 喝茶吃飯的 這裏賣十五元一籠 這裏賣十五元一籠 有很多懷舊的士多 也有很多地道的食物 這個小時 不用說 一個早一個小時 都坐滿 全部都是做街坊生意 我們轉回來 是鴨沖河沖沖邊街 外面有巴士行 交通比較繁忙些 這裏有很多小小的小食 美食 西餅蛋糕 廢水 車仔麵 各式其式 如果朋友 可以來這裏 逛逛找食物 比在中區的價錢 平均的 這裏大部份都是做 街坊生意 有很多 還有很多 是 很有名的餅店 出了名的 幾十年 賣的是豬扒包 雞尾包 菠蘿包 從這裏看出去就是 清貿口岸 沿著 蔡圓沖邊街 大部份都是吃的 這裏 有幾家是 政府的廉租屋居屋 所以 很多朋友都住在這裏 住很多人 這裏交通都幾方便的 尤其是出入 有很多巴士 可惜的 一到假期 現在這樣的環境 巴士現在做了專車 全部都是自由行 幫襯多 要坐和人逼的 那裏 我便來一個快閃 這裏都有很多車仔檔 車仔麵檔 小食 很多學生哥 光顧 幾元十多元有交易 很多蛋糕店 很多蛋糕店 很多新開的 進來橫街 小小間的店 應該是便宜一點 所以賣的東西都是便宜的 很多簡宅 這裏還有豬腳薑 這裏還有豬腳薑 老水雞腳 豬腳薑 有豬腳薑 還有豬腳薑 還有豬腳薑 很多實際間的小食 剛好味就是美食 如果香港的朋友 在我剛才剛才講 第二個站下車 走一走這一區和右漢區 找食 應該都不錯收穫 這裏還有鄭觀應的學校 鄭家大屋的老闆 這裏有一間學校 用他的名字 鄭觀應 幾靚 政府學校 進來的內街都是很多賣牛雜的 周圍都吃牛雜多 又有車仔麵 很多說不出的東西 都可以吃的 不只一條街 隔壁街有很多茶餐廳 茶記 就是隔壁街 這一帶有很多食 這裏屬於台山尾 以前是菜地 很多都掛了紅布 準備開張 也有很多都掛了一粒 結了一葉 今天快閃 我們跟著出去 逛街 沒什麼雨 趁時間還是早 我們出去 南環 這裏坐車很方便 直出南環 現在是 我現在要去那裏 我現在要去那裏 也要去那裏 我現在要去那裏 今天自由行都算幾多 兩天已經超過二十萬了 一號二號 但是有很多朋友都是 逛街看東西很少光顧 旺丁吾旺財 在我拍片的時候手機已經響了 是人潮管制 只是十二點多鐘已經人潮管制 外面又爆到寫了 台山區真的有很多食物 又有很多燒蠟店 各樣都有 又有整車的又有雜貨店 舊式的 很多燒蠟店 我們出來南環 羅寶博士大馬路 對面是八百半 我家這個位置就是南環戲院 整條馬路封了 做了巴士總站 人多就可能人潮管制 這裏 這裏是澳門廣場 上面有食街 很多商店 平時 寫字樓的朋友喜歡來這裏 開飯 前面就是恩王子馬路 我站在這個位置 以前就是南環戲院 我們總之的 出到八八八八 時間 下午二點 毛毛魚又不是很大 我們向新馬路方向走一走 據政府的報導澳門4月份的賭收不錯 185億 預計5月份的賭收應該過200 今天還有消息退稅 最高可以退到14000 打工仔很開心 退稅 因王子馬路我們向新馬路方向走一走 看見過馬路的人潮又不是很多 一會一會 有時多有時少 可能天氣都是一般 你預期都是少人過來的 這附近的餐飲都坐到爆了 找食嘉蘭 很多朋友都便宜便宜吃 貴有貴吃 各式其式 這裏南環的交界處 南環街 同身馬路 我們在這裏擺一擺 天氣不好 好啊 朋友就不要去那麼遠啊 開車 北上都盡量少些 留在澳門消費 雖然國內便宜很多 但是天氣不好啊 安全至上 留在澳門消費 在澳門周圍找一下也有很多便宜的食物 不過你去到 升級酒店啊 景點啊 新馬路區啊 那些東西肯定是貴一點 看見到有些人群都不是很擠涌的 可能真的無無魚 有點阻礙 今天來一個快閃 就是看看舊區 又看看外面的中區 一边没什么人走,一边有很多人走 又冷又热的两重天 一边静一静